嗯,大家好,那么今天是我们这个,嗯,飞盘奇门训练营第二章的下篇啊,我们来说运转和落八卦 嗯,大家首先来看这张图,那么这张图我们在上一个讲座中就看到过了 但是上一讲呢,我们只是讲了这个,嗯,异学大成图中间的,嗯,这样一个太极阴阳图 还有其他的这样四个图呢,没有设计啊,这样四个图呢,就是和图,落书,还有先后天八卦 嗯,记得我刚开始学奇门遁甲的时候呢,我的老师就要我去好好的看这几张图 跟我说,至少要过一个月以后呢,再去问他问题 他说,可以从各个角落,各个角度,然后各个方面去思考他 然后将自己的一些心得或者一些发现写下来就给他看 我当时很郁闷,因为要我看这几张图,看整整一个月 嗯,其实我想要学习的是,嗯,就是具体断局的那一些技术 还有一些条理的法门,那么,嗯,就是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具有实战意义的东西 他让我看这张图,我会觉得,嗯,就是跟我想学的东西 好像八竿子都打不到一起去 但是老师既然那么说了,我也不好去反问,反驳他 我就按照他的吩咐,这样去做了 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却觉得很枯燥 因为什么都没有,看来看去就只有这些内容 什么也发现不了 然后我就试着去查阅了一些资料,一些古籍 然后慢慢的呢,我也对这些东西感了兴趣 也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一个月到了的时候呢,我就写了一篇心得给老师 当时呢,我记得他说,嗯,写的还算可以,但是需要去继续研究 我后来,嗯,在后来的这个学习中呢,我依然是按照老师的丰富去照办了 我发现,啊,越是去深入研究它 这里面,嗯,就会发现真的是包罗万象 神奇异常 嗯,我可以说 天地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可以用这些图里面的,嗯,这些数理来解释了 千言万语只有一句话,就是太神奇了 特别是奇门遁甲 那是与和洛八卦亲缘性最长的这样一门学问了 立的就是洛书 用的就是八卦 这样都是,嗯,都是直接使用,而不是穿插进来的东西 那么这个呢,确实也是其他的这个数数门类所不能比拟的 当然到目前为止,这个,嗯,和洛八卦的奥秘呢 肯定还是有许多,嗯,是我不知道的 那么还需要在今后的,嗯,这个日子里面继续去挖掘 何图洛书呢,这个历来哦,就被人们称为是中华文明的源头 那么都说它是中国古代的这个数理,天文,地理,历法,气象,音律,医学等等 诸多高明学科之母 其中包含了诸多未被人明,未被人们理解的宇宙奥秘 人们只要明白了他们的内涵,就可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士 正因为这里面包含了太多太多的知识 那么我们学习的是奇门遁甲 在这里呢,我就只讲一些跟奇门遁甲,嗯,有关的这部分内容 一经说,何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汉如孔安国之助解说呢,嗯,这个,何图者,福西世王天下,龙马出河 随则奇闻以画八卦,洛书者,于治水时,神归复文,而列于背 有树至酒,于随阴而递之,以为酒类 汉代的这个流星,嗯,他认为 福西,济天,福西是济天而亡,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 鱼至洪水,四落书,法而成之,九愁是也 河图落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 那么,嗯,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嗯,其实也是说,嗯,说明了这个 我们河图落书的一些,一些来源啊 虽然,嗯,很有这个神话色彩 那么就是说,我们的河图是哪里来的呢 嗯,就是福西,福西是在,在,嗯,治理天下的时候呢 嗯,有,有一个龙马,就是出,嗯,这个,从河里而出 那么,他的背上呢,嗯,这个,福西从这个龙马背上的一些,一些花纹 就画出了八卦的图形 那么,因此呢,就有了八卦 至于,这个,嗯,洛书呢,是指在大鱼治水的时候 嗯,发现了一只神龟啊 那么,神龟背后呢,也有一些,有一些数字 那么,大鱼呢,就将这些数字一画下来 嗯,也就有了这个九宫 那么,宋代,宋代的哲学家,医学家朱熙 朱熙呢,就深刻的指出 他说,河图落书,是天地自然之意 那么,嗯,也就是说呢 它是整个宇宙,天地,万物运行的缩影 它其中蕴含了,嗯,宇宙,天地,人生变化的基本规律 那么,另外呢,这个清代著名的,嗯,经学家,廖平先生 曾经将诗经,易经,皇帝内经,嗯,这样三本经书哦 然后来进行反复印证,嗯,就证实了皇帝内经的理论 嗯,这个是本于易经的 然而易经的,嗯,这个术理呢,又缺乏于河图落书 嗯,由此可见啊,这个河,河落八卦呢 都是一些非常古老的话题了 但是,具体取悦起源于什么时间 什么地方,似乎也已经是千古之谜了 说法是有很多种的 但基本没有哪一种是可以服众的 那么,这是考古学者们的事情了 我们也不需要太过于计较 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要明白它的图标 要理解它的含义 来参透它的玄机 嗯,河落八卦呢 对于奇门遁甲来说 完全是这个一脉相成的了 我们这个民法书中 有明确指出说 数数之学 为奇门一家 非他即可比 争之于数 实出于河图落书 九宫八卦 争之于礼 实戏于天地人文 阴阳消息 那么在宋代的这个 顿甲福音经呢 他也提到说 昔皇帝受龙马之法 命封后掩之而为顿甲 造势三重 法相三才 上层向天部九星 中层向人开八门 下层向地部八卦 以正八方 随东下二至 立阴阳二顿 一顺一腻 一步三齐六一夜 那么这个文中所提到的 这个龙马呢 这龙马之法 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河图落书了 那么我们从 我们从这些文字里面 就可以看出奇门顿甲的 这个 嗯 构造基础呢 其实是建立 嗯 这样四个系统的啊 河图 落书 八卦 还有干支 嗯 干支呢 我们在上一节课 那么嗯 有非常就是非常详细的 这样去解说了 那么从这一讲开始呢 嗯 我们来详细的讲解 剩下的这样三个元素 也就是我将 我将这个目录列在我们的右下角 我们先将 我们先从这个河图说起啊 那么嗯 我们要看河图 首先我们要了解到 什么才是河图 嗯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张 嗯 放大的 嗯 这个河图的 这个 这个图图形啊 一六同宗 而居北 二七围棚 而居南 三八同 三八同道 而居东 四九围有 而居西 五十相守 而居中 那么这里要提到的是 嗯 我们一学中 所所指的这个方位啊 跟我们从小就接触到的 这个嗯 上北下南所西右东的 这样的顺序是 完全相反的啊 也就是说它是 嗯 上南 下北 左东 右西 那么嗯 我们从张图上可以看出 嗯 河图的这个图形呢 它其实是有这样的 嗯 一个个点来 来 来 来构成的 那么天地之数呢 嗯 一升 一成 那么 阴数与阳数呢 嗯 偶数呢 就代表 这个 阴 有黑点 有黑点来表示 有黑点来表示 那么 基数呢 就代表阳 那么 有白点来表示 一六呢 在北方 一和六啊 那么一是阳的 六是印的 一六在北方 二七 在南方 三八 在东方 四九 在西方 五跟十 这样一圈是十啊 五十呢 就在中央 那么我们将这个五行 嗯 去配合图的话呢 就是天一生水 天一生水 第六层之 天二生火 第七层之 嗯 天三生木 第八层之 天四生金 第九层之 这个 嗯 天五生土 第十层之 嗯 嗯 我们也可以来看这张图 那么现在这样只是一张 嗯 比较平面的图 但如果说 我们将这样一张图 嗯 将它 嗯 立体的来看的话呢 就更有意思了 既然 数 分天地 那么图形呢 也是可以来 来这个 分天地的 那么我们就以 嗯 最外盘的 这些地数 你就是 嗯 六 七 八 九 这样子 嗯 外盘的这样的一些数字 为地盘 然后呢 以中间的这样子 一 二 三 四 内穿的 嗯 这些 这些点为天盘 那么以最中间的这个五 来调节阴阳 啊 然后这个 嗯 以这样子中间的这样一圈石 嗯 这个石呢 其实也是万物的 这个起始与归结 那么以这些小圆 来为人盘 那么这呢 就可能是嗯 这个原原原原始的这个世战中 天地人三盘的雏形了啊 天 地 人 嗯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这张图 那么这张是嗯 我们的这个太极合图啊 那么它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 我们来看啊 就是说 我们的羊是从一开始的 经过三 经过七 然后到九 那么阴呢 嗯 也是一样 从太极这个终点 开始啊 那么二 四 六 八 那么 这张图上呢 大家看到 嗯 阴阳护根 阴阳消长 阴阳转换的这样 呃 种种关系 都是 都是一目了然的 嗯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核图 与我们的关系 核图与我们的关系 那么我们来观察 呃 我们来观察这个核图 那么居于相对位置的呃 这样两组树木呢 必为相克的关系啊 那么从我们的这个中央开始 顺时针方向旋转 则为我们这个呃 五十五十土啊 中宫的这个五十土 来生我们的四九金 四九金 四九金呢 又生我们的一六水 就从这里生到这里 再生到一六水 一六水呢 再来生三八木 三八木了 再来生这个二七火 然后呢 火又来生我们中央的这个土 那么形成这样一个 呃 完整的循环 然后生生不息啊 涂再来生金 那么由此可知呢 我们的这个呃 中间的五根石 呃 是我们天地运转的始动力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这其中呢 呃 包含了我们奇蒙中 奇异 还有技工的真实意义跟来源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花时间去 呃 思考一下 那么我们再来看啊 就是说这个 呃 核图当中 核图当中啊 这个 呃 每一每一组这样的数字呢 他们中间都是相格 相差五 这个数字啊 那么一二三四五六 六减一 等于五 那么三八木啊 八减三 也等于五 七减二等于五 这个 呃 这个九减四也等于五 十减五也等于五 那么 呃 这样子 这样子的 呃 这样子的 这个两两 两数相配呢 他们 中间的差永远都是差五的 那么这样子呢 也展示出五 这个数字呃 是推动我们核图核图的原动力 那么这个原理呢 在奇门的这个二字还乡九宫定局表中呢 也有完整的体现出来了 嗯 下面我们来看 来看几个图表 那么通过我们这个奇门局来解说更深刻的原理 嗯 来真正的揭示奇门创始之源 嗯 通过这个 通过对一门这个预测学创始原理的研究呢 才能真正的去掌握这一门预测数 大家来看啊 那么这一张图呢 是我们的这个六甲油公图 嗯 六甲油公图呢 我们 嗯 我们以这个 我们以这个 嗯 一公啊 开始布我们的这个六仪 那么 嗯 一二三四五六张 物己根心人鬼 那么 嗯 大家能看到啊 就说 嗯 物呢 是在砍一公 鬼呢 是在前六公 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一六同宗 那么阳二局的话呢 我们从二公开始 二三四五六七 物己根心人鬼 那么很有意思就是 这个物在我们的嗯 二公的位置 那个鬼呢 那是在我们七公的位置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二七围棚了啊 那么我们再嗯 再看我们的阴九局好了 阴九局 那么这个 大家要知道这是阳顺阴译的 嗯 一种数法啊 那么阴九局 九八七六五四 二三这样子 物 物 己根心人鬼 嗯 那么大家看到这个 物呢 是在我们的这个李九宫 然后我们的鬼呢 是在我们的四宫 是在我们的四宫啊 嗯 那么其他的阴干呢 也是这样子去类推 那么嗯 大家从这张表上呢 就可以嗯 看出这个 嗯 一与六 啊 一与六 二 跟七 三 跟八 四与轴 那么这样的组合 在阴阳顿的这个六十甲子游行中 各自都为这始末关系 循环关系 那么只有我们的 五跟十 嗯 他们是比较特殊的 五跟十呢 他们在 嗯 阳顿中呢 是与我们的坎一宫 是通气的啊 因为他是那个结束在我们的 呃 坎一宫的位置 那么在阳顿中 嗯 这个 这个 嗯 是与坎一宫通气的 那么在阴顿中呢 则是与我们的这个李九宫通气的 那么正好也说明了 这个呃 成始成终啊 开始于什么 开始在哪里呢 也就结束于哪里 大家可以看啊 那么这个 深数 为阳 为静 从坎一宫开始 那么阳静 一二三四宫 归于 中五宫 那么呃 成数呢 为阴 为退 从李九开始 然后呃 倒退啊 九八七六宫 负于 中五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物呢 它代表的是六十夹子的开始 鬼呢 呃 它代表的是我们六十夹子的夹子的结束 以及新的一轮夹子的开始 那么这个呢 就是呃 以六十夹子的形式 在奇门遁甲的试盘中 对于和这个和洛理论的一种 综合的体现了 嗯 同时啊 我们这个和图 我们的这个和图呢 它确实也体现了我们的这个 呃 石干化合 那么图中的这个 一二三四五 都是深数 然后六七八九十呢 都是乘数 又称为 五行生乘数 五行生乘数 嗯 所以说呢 在我们的这个 天干中的羊 天干中的羊干与应干呢 要呃 要按一定的顺序来格五相合的 那么天天一生水 第六成之 所以说呢 呃 按照我们石干的顺序呢 就是说 甲鱼几何 这个我们在上一讲也有提过啊 那么第二 那么第二 生火 天七成之 所以呃 所以说呢 这个一遇根和 天三生木 第八成之 所以说我们的丙 丙与心和 第四生金 天九成之 因此我们的丁与人和 天五生土 第十成之 因此 位于鬼和 那么这个呢 大家也要将它 嗯 将它花点时间记一下 嗯 天干的这个 类属于天 那么天是属于四正位啊 因此呢 这个和图 和图主要 讲述的呢 就是天干的基礼 然后提门 奇门顿甲呢 是一套 以我们天干为主线 再以八卦九星为辅助的预测学 所以说呢 和图 是奇门顿甲的本源之一 那么和图的内容呢 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说 这个 嗯 洛书 嗯 洛书呢 我们也会分这样五个小点 来进行 来进行解说 那么每说一点呢 嗯 我会将它 把颜色这个 标注出来哦 那么洛书呢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张表格 啊 呃 这这个图 那么这个图呢 也就是我们的洛书图 洛书呢 他又叫做这个 嗯 九宫 九愁 那么大家可以看他的这个图形呢 就会知道 他是带九 负一 左三 右七 二四 为奸 六八 为足 那么五十 而这个 五居中宫 总欲得是 那么有关于和图 洛书跟这个 嗯 奇门遁甲的关系呢 古人 嗯 一般就认为哦 说这个 和图 嗯 是天道运行的反应 这个 嗯 主 是物存在之 呃 是物存在之体之常 那么我们现在所说洛书呢 是对地道运行的描述 主 事物变化之用 之变 嗯 奇门遁甲呢 主要研究的是地球上万物的存在和变化的情况 嗯 是以这个 嗯 是以他跟我们洛书的呃联系呢 就显得更加密切了 奇门遁甲的这个呃 基本的框架呢 其实就是洛书九宫 那么说的更具体一点呢 也就是说 不论阴阳十八局的确定 以及遁甲奇异的九宫分布 还是八门八绳天盘奇异的排列组合变化等等 都完成于这个呃 洛书九宫这样一个基本框架之上的 因此呢 我们也可以将它形象的比喻为奇门遁甲 试盘最基础的这个土木奠基 那么不单单是奇门 古代有很多学术都跟洛书有关系的 嗯 跟洛书有关系的学术就更 就这个呃 更多了啊 比如说像太乙神术 玄空 紫白飞星 九宫吊体 嗯 八宅风水等等 那么都是 直接从洛书来衍生出来的 另外还有呃 还有两个大家所不太熟知的呃 这个内容啊 那么一个是 我将它贴出来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呃 皇帝内经中 的这个九宫八风图 还有一个是我们呃 汉木出土的九宫战盘 那么从这些图中呢 我们也可以看出 他们其实呃 具有非常强的传承性跟清源性 也都是起源于这个洛书九宫的 那么呃 这个图我是 我是网上找来的 不是那么清晰 那么大家就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好了 呃 那么到了现代呢 由于这个洛书的奇妙结构和无虫的变化 令很多 呃 学者都为之叹服 而且呢 这个洛书呃 开了幻方世界的先河 成为组合数学的鼻祖 那么著名的数学家华罗根 对洛书就非常推崇 并指出说洛书可以作为我们 和另一个星球交流的媒介 那么呃 这个是非常非常赞誉的啊 嗯 刚才我们说了什么是洛书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一讲洛书的一些特点 洛书的一些特点呢 嗯 我们发现啊 其实洛书它是有很多特点的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我 嗯 举这样三个 三个特点啊 第一 它是 杨正 英语 杨正英语啊 那么大家可以看 这样一张洛书的图中 一 三 七 九 为洋 那么它分别呢 就是居在我们的北方 东方 西方跟南方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四正位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单数是为洋啊 用白色表示 因此我们讲它是洋正啊 它是四正位 那么英语呢 嗯 也就是说我们的二四六八呢 二 四 六 八 在我们的四个角落啊 四个角落呢 我们叫做四鱼 嗯 那么这个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五 是居在中央的 那么从一到九 其实不备 是以生机不移 动机不停 这是我们呃 这是他的这个呃 阳正 英语的这样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呢 嗯 他是这个 阳军 英诚 那么这个 基数呢 是为正 偶数为侧 那么呃 大家知道啊 呃 君王呢 是君 是居正的 然后一些呃 一些大成呢 呢 是居侧面的 那么四正之 就四正之阳呢 来统领我们四鱼之阴 那么这是另外一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呢 是阴阳均衡 阴阳均衡呃 为什么那么说啊 那么大家呃 从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呃 图中可以数一下 他的纵线 横线 对角线 那么呃 无论哪条线啊 他三个数相加 这个之和 一定是等于十五的 那么呃 是为常数 以向阴平阳密 阴阳均衡啊 都是属于十五的 嗯 那么呃 特点就简单的提一下 我们来看这个 和图跟洛书的一些关系 哎 和图洛书的一些关系 大家先来看这样一张 这样一个图表啊 嗯 嗯 和图跟洛书呢 我们将他步到我们的这个九宫阁里呢 就会呃 就会变成这样子两张图 那么 有人说啊 和图行元 阴阳合一 运行 五行仪器 无畏顺身 自然之道 洛书呢 洛书行方 阴阳错综 五行克制 有为逆运变化之道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张图就会很自然的发现 洛书呢 他其实就是我们和图的呃 这个展开 然后我们的这个和图呢 就是我们洛书的呃 和拢 它是非常有意思的 只是说呃 出于他们各自图形的一些需要呢 而就把我们的二九 二七跟四九呢 互换了一下位置 大家可以看啊 三八还是在我们的这个东方啊 然后一六在我们 我们的这个呃 北方 然后只有二七跟四九呢 是互换了一下位置 但是即使是互换了位置呢 呃 这两个数字之间的组合仍然 是不会改变的 因此 古人呃 就是说啊 和图洛书 互为经纬 八卦九章 相为表里 解释说呢 经言其常 伪言其辩 而二图互为常辩 主和图而言 则和图为常 洛书为辩 主洛书而言 则洛书为常 和图为辩 天地不过 一阴一阳 一两其五行 而太极常居其中 二图 虽纵横变动 要只是 仓乎成见 所以 为之 相为经纬 表里 亦然 那么大家 对比一下 这张图 一看就明白了 那么这个 至于这个 这个 图中的石 又跑去哪里了呢 大家来看 我们的这个 洛书 它 相对的 这个位置 两两相加 它是等于十的 那么一加上 对面的九 等于十 三加上 对面七 等于十 二加八 等于十 四加六 等于十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么 和图中 和图中的石呢 也就跑到我们 隐藏到了我们 可以说隐藏到了 我们洛书 相对的这样的 一个工位之中了 那么上面 我们还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和洛二图中 中间的那个 这个 西跟南 两个位置 二跟七 四跟九 位置互换 那么古人呢 将这个 古人将这个问题 称之为 三同两异 三同两异 三个相同的 只有两个 是 是 是有一些 区别的 那么 为什么 要这样子 互换位置呢 是因为 金 成火位 然后 火入金箱 火入金箱 那么 他们有 这个 相互克制的意思 那么这个呢 嗯 这是自然造化 所谓 必须交换 二者的数字 嗯 就正好就成就了 地商行客 这样 这样子 一个现象啊 嗯 大家可以看 那么我们在 我们的这个 嗯 二七火 跟我们的四九金 换了位置 之后呢 那么我们先看 这个合图啊 合图 那么 之前也说过了啊 那么红色箭头是 指他们相生的 嗯 这样一个 一个顺序 那么 木 生二七火 二七火 来生我们的这个 嗯 五十土 五十土 生我们的四九金 四九金来生我们的一六水 一六水 再生我们三八木 这样顺时针相生 嗯 永不停息啊 那么 另外呢 大家再看 再来看这个图啊 你会发现呢 对冲的这样两个位置呢 嗯 他们是相克的啊 那么一六水 来扣我们的这个 二七火 四九金呢 来扣我们的三八木 嗯 那么这个呢 其实也就是我们的 这 生中游客啊 那么再来看洛书 嗯 洛书呢 他跟我们的这个 嗯 这个河图呢 有相反呢 那么洛书是 我们的一六水 来克我们的二七火 二七火呢 又来克我们的四九金 四九金 再来克我们的三八木 三八木呢 再来克我们的五十土 土再来克水 克一六水 那么这样子是逆时针来相克 嗯 然而对冲的数字呢 我们来看啊 那么四九金 来生我们的一六水 嗯 三八木来生我们的二七火 对冲的呢 又是嗯 相生的啊 那么这是跟和图 相反的这样一个 嗯 一个一个顺序 那么洛书呢 也就是克中有生 因为我们之前 在上一讲 嗯 说五行的时候就讲过 说造化不可以无生 也不可以无克 那么不生的话呢 则万物不存 不克的话呢 又无法制裁 然后我们和图洛书的 生克之道呢 嗯 各自都是都是全 完全具备的啊 所以说简简单单 这样一个一个位置的交换 就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两幅图 但是一生一刻的自然之道 却没有被改变 嗯 而且大家来看洛书的 嗯 这样一个图中间 我们将这样子数字相连啊 数字相连 大家看 竟然 在洛书里面还隐藏着 一个佛教的这个万字符号啊 不得不说 也许这个真的就是宇宙的真理 非常非常的 嗯 非常非常的神奇啊 叹为观止 那么看到这个两个图呢 我想大家肯定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和图 洛书中间 怎么都是五呢 那么嗯 这个 数字法出于方圆啊 嗯 因 我将他这个打一下 嗯 数字数字法出于圆方 那么大家知道 这个嗯 阳呢 嗯 向圆 阴 向方啊 那么一经也说了 三天两地而以数 三天为三 两地为二 那么三两相合为五 嗯 这是从理论上来解释的 那么大家可以再来看这样一个图形 嗯 嗯 这也是一张洛书的图啊 那么从这张图上呢 大家看到 这个一与六 二与七 四与九 三与八之间呢 他们共同相隔的 也就是五这个数字 所以说呢 嗯 五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五是嗯 用来平衡 调度 各种关系的平衡点 再也找不到其他的数字 可以来代替了 所以说中公 永远都是五 嗯 那么和图跟洛书的关系呢 就讲这么多了 接下来我们来说 洛书 九公 跟八卦 嗯 洛书九公跟八卦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 先天八卦啊 我们将先天八卦 带入到我们的九公 那么先天八卦 大家知道啊 这个钱 对 黎正 逊 坎 更 坤啊 那么嗯 我们将他带入之后呢 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呃 现象啊 那么我们从 一公开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那么 嗯 这个坤 这个坤卦呢 代表的是 坤卦呢 代表的是 这个老女人啊 坤卦代表的是 老女人 然后到我们的这个 逊卦 二宫逊卦 逊卦呢 是中女 呃 那个逊卦呢 是长女 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 呃 呃 呃 离三公啊 那么这个离呢 代表的是这个中女 然后再到我们的四公 啊 这是长女 四公呢 呃 是这个少女 是这个少女 然后再到五公啊 五公 那么之前说了 五公是一个阴阳平衡的交际点 从五公开始 那么五公到六根 更卦呢 呃 所代表的就是 这个少男 少男呢 再到我们的坎卦 坎卦呢 呃 是中男 中男 再到我们的这个正卦 正卦的是长男 找男 再到我们的这个前卦 前卦大家知道是那个老男 那么呃 这样一个顺序哦 呃 大家有没有发现 那么呃 我们从一公开始 慢慢的一个一个公进退呢 它是一个 阳长阴销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顺鼠呢 这就是阳气 在慢慢的呃 在慢慢的这个长生 然后阴气 在慢慢的消退 呃 那么相反的啊 如果说 我们从呃 这个开始倒数的话呢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的阳气 在慢慢的呃 这个退步 退缩 然后我们的阴气 在慢慢的 这个呃 生长 那么这也是 这阳顺阴力啊 也就是那么来的 那么 从这个规律呢 我们也可以看出先天八卦 啊 这是先天八卦 跟我们的洛书九宫的数字 配合的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嗯 我们再来看我们的这个 后天八卦 后天八卦呢 嗯 我们将这个 嗯 后天八卦带到我们的洛书 这个中间呢 也就是我们 使用的最多的大名鼎鼎的 这个九宫八卦图 也是我们齐门遁甲的地基盘啊 那么齐门遁甲的布局 呃 包括运用 都是在这样一个九宫八卦图上来进行的 那么这样一个图呢 是我要求有一些呃 就是每一个学员都是要牢牢记住的 所以说呢 我们在平时的说法中 呃 我们平时在那个说法中啊 都是以这个呃 这个图中的宫卦配合起来讲的啊 比如说我们呃 经常说李九宫啊 那个坎一宫 郑三宫等等 那么呃 用的全都是这个九宫八卦图 古人说 九宫者 上分与天 下别与地 各以九位 天 则二十八秀 北斗九星 地则四方四围 以及中央 分配九州 位 位之宫者 皆神所有处 故以名公也 那么这是对我们洛书九宫具体作用的概括 那么一般呢 是用来界定这个范畴 呃 呃 类聚群分 所以说呢 呃 这个又叫做 这个九宫 九类 九愁等等 那么古人所说的这个呃 上分与天 下别于地 各以九位 然后呃 天则二十八秀 北斗九星 地则四方四围 以及中央 分配九州 啊 那么呃 这些内容呢 大家再来看我接下来的这样一张表格 呃 这张表格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九宫分属图 那么我们从我们的坎一宫来举例啊 坎一宫呢 嗯 他在这个 在 这个九星上呢 他代表的是天鹏心啊 那么在二十八秀呢 他呃 就是这个女 虚 为啊 然后他地理上呢 代表的是济州 还有恒山 都是这个我们的坎一宫 那么在我们的人事上呢 那么之前也说了坎公 他是中南 然后呃 我们的君王也是 也也在这样一个位置啊 那么我们在这个八门呢 呃 八门落在我们这坎一宫呢 是修门 那么这个天鹏心跟修门啊 这两个颜色我有特别标注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呃 这奇门蹲甲中 这个起局布局啊 就看得到的这样一些内容 那么呃 这也是天鹏心跟修门的这个 这个地盘位置啊 大家要记住 呃 在时序上呢 呃 坎一宫呢 又代表从冬至开始啊 那么呃 就是这个属于坎一宫了 那么地支上呢 是这个子 挂位上呢 是坎挂 呃 方位上呢 是北方 后面或者是下面啊 那么再看二宫 二宫呢 嗯 二宫这个呃 就是天上九星的话呢 代表他的这个人是天鹏心啊 那么 坤二宫 坤二宫也是我们天鹏心的地盘位置 嗯 这个二十八秀呢 是姿 声 锦 鬼 哦 这二十八秀呢 是我们这个坤二宫的位置 嗯 那么地理上呢 是这个 荆州 长江 那么 在人世上呢 代表老母亲啊 八门上呢 他代表的是死门 那么还是在强调死门 这个 坤二宫是死门的地盘位置 时序上呢 这个 从丽丘开始啊 嗯 就是属于我们坤二宫了 那么地支呢 位 位和生 是属于我们的这个 嗯 坤二宫的啊 挂位上呢 坤二宫是 嗯 坤挂 然后方位上是西南跟右前方啊 那么 嗯 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再 嗯 再这样 嗯 再说了 那么大家就是 嗯 将张表 然后 嗯 掌握一下 那么这个呢 也 嗯 就是我们的这个 九宫 嗯 洛书呢 跟九宫八卦 九宫 这个洛书九宫 跟八卦的这个内容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说我们 嗯 九宫八卦的旺衰哦 那么这一部分内容呢 也是 比较重要的 大家知道 九宫配有八卦 那么就会有旺衰 嗯 因为后天八卦呢 为我们四十八节流行之用的 旺衰呢 跟我们正五行的这个方法 又是不同的啊 那么嗯 它是按照我们八节的轮流 以我们这个 望向胎末 死求废修 这样的嗯 顺序来 来这个轮转确定的 嗯 以直时公位为旺 然后按照我们这个 望向胎末 死求废修 这样的次序 来顺时针 排步八卦 嗯 八卦呢 大家知道各旺四十五天 那么古人呢 我再写一下啊 嗯 古人呢 嗯 也把这个 嗯 称为 挂气旺衰 还有九宫旺衰啊 那么这是我们 嗯 九宫真正的 气数旺衰 中五宫的旺衰呢 这一点大家要记一下啊 中五宫的旺衰呢 嗯 它有分阴阳顿 阳顿 是以更来论 阴顿 以坤来论 那么也就是说 嗯 只有在我们论 挂气旺衰的时候 才能够这样论 只有在论挂气旺衰的时候 才能够这样论啊 那么 嗯 这个 嗯 阳顿呢 这个技工 再更 阴顿呢 技工在坤 只有在论挂气旺衰的时候 这样论 那么 大家能看 大家来看一下这样一张 这个 嗯 这个表格 那么 之前说了啊 嗯 望向 开末 死求 废修啊 这样的顺序啊 那就说 冬至呢 冬至呢 嗯 这个 冬至开始从我们的砍弓 就开始来论旺了 那么 依次就是 坎 更 就是这个坎 呃 坎为旺 然后更为向 正为胎 逊为末 离为死 坤为求 费 钱为修 那么从立春开始呢 我们以更来论旺了 那么呃 更为旺 正为向 逊为胎 离为末 坤为死 对为求 对为求 钱为肺 坎为呃 修 那么 大家只要记住这样的一个方法呢 就可以呃 推演出这样一个表格来 那么这里要说的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听 那么预定奇门宝剑 呃 包括这个顿甲大拳 以及其他众多的医学古籍所记载的 旺衰顺序都是错误的 大部分的都是说 嗯 旺向 胎末 死囚 修费 那么呃 应该是费修啊 那么记载的都是修费 这个 要记住 这个要注意啊 正确的应该是死囚 费修 另外呢 我们这样的一个表格跟我们呃 之前所说的五行旺衰 也就是旺向 死 修 求 我望向死囚说 这个顺序也是不同的 那么不要 不要把它搞混了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九宫气术真正的旺衰情况 大家务必要将它记住啊 挂气的旺衰法呢 呃 因为这里是新出来的 新出现的 呃 出现的这样一个新的概念 那么也就是 也可以说 大家以前在外面看到的奇门资料中 非常少 呃 能够讲到的这些内容 那么我就详细再讲一点 呃 大家注意听 那么就是说呢 公跟公之间的生克呢 也要看它力量的大小的 望向的公位 才可以 生克其他的公位啊 不然 也就只有 生克之名 没有生克之实了 那么还有 呃 这个 望向 胎 莫 死 求 废修呢 各自有各自的一些含义 呃 内容啊 我将顺序还是 扩北过来 那么加加呢 大家看啊 你就说 呃 旺呢 旺 主心性事 有格固顶心之相 以发明创作 像呢 主习庆事 有更改交易之相 以建功立业 胎呢 主生产事 有生产孕育之相 以安居乐业 呃 莫呢 主 莫尼事 有这个 陈毅眼莫之相 既渡河涉水 死呢 主这个死丧事 有将之不仁之相 那么呃 如果说有人 沾病问兽的话 也是呃 比较忌讳的啊 求主求尽事 有雷泻 急流之相 那么呃 比较记的就是 这个辞送劳育事 呃 肺呢 又是主我们肺骑事 有这个呃 施 这个卫施 全托之相 啊 但是呢 他又比较呃 适合来守旧待时 修呢 主疾病事 他有这个分散别离之相 他比较以这个呃 禁手退让的事情 那么也就是说啊 在我们实际占卜中呢 如果说用神 落入旺宫的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说 事情正在进行中 呃 是刚刚开始的事情 我们应该要一股作气的去呃 去去实施它 那么如果说 我们用神 落入死宫的时候呢 嗯 也就是说 这个事情已经没有太大的希望了 如果有人问病问寿的话 问寿的话呢 这个寿也不会长 问病的话呢 呃 必死 等等 那么呃 呃 这个呢 是我们预测占卜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因素啊 因为我们宫卫呃 宫卫为用神所处的大环境啊 那么大环境如果不好的话 再好也就那么一回事了 呃 洛书九宫的这个 嗯 奥妙跟玄机呢 呃 可以说还有很多很多 那么我只是把这些 嗯 在奇门中常用的 嗯 这样一些知识做一个总结 其他的就不再一一讲解了 那么留给大家自己在学习中 呃 这个慢慢研究 慢慢品味 嗯 关于我们和图洛书呢 暂时就讲那么多了 呃 接下来我们来说八卦